富人左手勾着雨伞走进超商 看起来在挑选商品 接着她从架上拿起两个三明治 左看看右看看 确定没有人在周遭 下一秒她直接把三明治 栽到自己的包包里面 接着从容离开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富人看起来如此熟练 就是因为这已经是她第四次 来到超商行窃 富人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会戴着口罩拿着雨伞 以及背着测背包 在店内巡视多次 然后才会离开 所以店家才会对这个老妇人 装扮去做提高警觉的动作 从今年1月26号开始 78岁的流姓老妇人 分别在2月3号 8月25号 加上最近这一次8月30号 前前后后来到超商四次 总共偷走四个三明治 还有一瓶人生酒 一开始店家以为妇人是缺钱买东西 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店家不愿再姑息报警抓人 看她年纪比较大 所以都没有报警处理 那这一次是因为这个老妇人已经多次 前来他们超商持续的去偷食物离开 所以这一次才通报我们警方到场处理 夫人一开始变称是因为肚子饿 后来又改口 说是因为年纪大 记忆力退化 忘记付钱 这是警方调查 夫人家境小康 并非低收入户 现在一时收养偷窃 即便年事已高 还是得依法送办 中文学员卢俊杰江小慧在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